你要吃飯的時候 來這兩個打開 老闆大力推銷面罩 和口罩網架 婆婆媽媽聽得很起勁 週休假日就連傳統市場 都賣起防疫商品 但方眼望過去 雖然不到人幾人 但是人潮明顯變多 已經達到了群聚規模 還是會很緊張 會噴酒精 或者是回去還是會先洗個澡 現在十二點 其實人已經很少 所以我還是要吃飯 婆婆媽媽們知道危險 也會擔心大家口罩戴好戴滿 再加上透明面罩 但大家說沒有辦法不來 只是入口十連制的QR Code 貼在電線桿上 根本沒有人看見 民眾自由進出 沒有正確落實 甚至還有攤商脫下口罩吃東西 當然會變比較多 是因為節日 大家不想要下禮拜跟人家擠 這禮拜都會先出來 攤商坦言因為春午節快到了 再加上天氣不佳的預期心理 來菜市場的民眾的確變多了 大家肩並肩買菜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就算台北市政府 推出了菜市場的即時影像監控 讓民眾出門買菜之前 先上網查看人潮 但是顯然沒有用 讓專家很憂心 婆婆媽媽湧進市場 專家憂心群聚造成防疫破口 而台北市也決定 週日開始派原警管制 至於新北市態度更強硬 人潮在聚集將強制關閉 記者新聞小王一仲 SNG小組台北報導 賣相賈 照片 千萬reas